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Hello,你好,欢迎收听独立之日脱口秀,狗熊有话说,我是大狗熊。前段时间我做了一期英文的读书分享节目,讲述了一本在设计界,在国外的职场,非常值得一读的书,叫做打造经理,The Making of the World. 他的作者是一位华裔的美国前Facebook的设计副总经理,副总裁,非常厉害的一位华语女性。 这本书更多它的细节,大家可以去收听我接下来的英文的部分,但我想在这期节目里面,因为它写得太好了,非常值得也和我中文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 进行一个分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由前Facebook设计副总裁,Julie Joe,写的The Making of a Manager,打造经理。 首先,这本书可能大家听名字会觉得,我不是经理,我没有必要去读这本书,其实最初我也大概是这么想的,但后面发现,如果你阅读这本书,第一,你可以了解你的经理的思维方式,和他做事的角度,那么你可以更好地和他配合。 其次,有朝一日,你也可以去做管理,对吧?你可以提前先做一些准备。 那么Julie Joe,这个作者,她就非常有幸,或者非常幸运地经历了Facebook在初期,从Stop Top,从创业公司到初期迅猛扩张的经理。 那么她在20多岁的时候,就被提为Facebook的设计经理,然后在这个过程,刚好赶上了迅猛扩张的时期,所以需要大量地去接受这种初创企业的挑战,后期接受规模变大的挑战。 所以她在过程中有大量的这种挣扎挑战和走错路,思想斗争等等,但她又用了这种写东西的方式来分享了她在整个过程中的一些收获心得。 所以就让这本书具有了非常大的一个价值。 她在这本书里面定义了经理这个角色,经理就是把一群人召集到一起,然后能够确保这群人创造出更好的成果,比他们单独一个一个去干,能够创造更好成果。 这就是经理的一个角色,那么经理一般就考虑三个P,就是Purpose,目的,People,人,还有Process,过程,那么知道做任何一件事情的目的,然后能够把一群人汇集到一起,设计和优化出一套流程,让这群人去做。 这就是经理的这个角色,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很多故事和具体的案例,我就不在这儿细说了,但就我自己收获来说,我觉得有几点啊。 第一点就是写东西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么你通过写东西写作可以将自己的思维用更好更逻辑化的关系去展现出来,那么同时呢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去get到你的想法。 那么长期来看呢,写出来的东西都是你的资产,都是你个人品牌的一个资产。 Julie她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呢,慢慢积累起自己的这个案例,然后呢写出了这本书。 第二点,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我不知道其他人啊,就是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从这本书面收获最大的是,要去拥抱那些非常困难的对话。 tough conversations,这些tough conversations可能有很多,比如说你和同事的意见不同,你和领导的意见不同,怎么去沟通,你需要去开除某个人,这个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 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去和别人说,然后哪怕像很多人说啊,我想要要求加薪,涨工资,都觉得不太好意思和我的老板说。 那么这也算是一种not so comfortable conversation,不是那么舒服的谈话。 那么其实这是衡量自己成长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你这周能够有两到三次这种艰难的对话,那么其实你的成长的速度一定比之前没有的时候要更快。 这也是我现在用另外一种心态去看自己工作中挑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启发。 如果你觉得很难,就说明你在往上走。 OK,那么更多关于Julie的故事和其他人的评价,我就不在这细说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中文版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引进,但是如果你搜The Making of a Manager,一定会看到它在海外的各个图书市场上有大量的五星的评价。 就我来说,我也给这本书打了一个罕见的非虚构的阅读里面的五星,强烈推荐。 OK,那么更多细节,大家请继续收听我的英文接下来的评论。 好的,这就是这一期狗熊有话说,谢谢你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本书里下期节目再见,拜拜。